歡迎收看Tasty不專業實驗第二集 我今天的實驗對象是Fruidia確認過嘴唇系列的 蜂蜜藍莓保濕潤澤護唇膏還有蜂蜜石榴蜂澤潤唇膏 我現在介紹一下Fruidia這個牌子 Fruidia是Fruits跟Dia的結合 Dia是元起的意思 意思就是美麗來自於水果 Fruidia是用低溫冷萃技術 然後用百分之百的果汁當作保養品的基底 聽起來超厲害的 那我今天的第一個實驗是針對它的長效保濕度 然後我要用兩天擦它的次數 跟兩天擦其他牌子的次數來做比較 然後我是一個重度護唇膏使用者 因為我的嘴唇殘很乾 所以呢接下來的四天 我就會在嘴巴乾的時候我就會擦一次 然後來計算一下它的次數吧 那我們趕快開始吧 好 酸甜 Чер年买 Visget无叜 适量适量 烧罪 Ans 這個叫做 確認過嘴唇馬 所以就是要這樣 確認過嘴唇 所以我們結果是21次跟17次 兩天差4次 10天就差40次 20次 那我們恭喜Fruitya候勝 OK 接下來進入第二個實驗 這款蜂蜜石牛呢 有強調一個 蜂唇潤色保濕三合一的效果 那我就來看一下 它猜在我這個 現在乾燥 然後沒什麼顏色的嘴唇上面 有什麼效果吧 那為了講求實驗的精神呢 我要用使用這款 顏色感測器來測試一下 那我先 測試我現在嘴唇的顏色 好 OK 現在是 Oriental Pink 就是一個 沒什麼顏色的粉色 就是很淡那種粉紅 那我來擦一下這個蜂蜜石牛 它真的有點顏色 好 感覺就是變得滑滑的有點光亮 那我再用顏色感測器吧 好 現在是Turkish Rose 就是比較紅一點這樣子 真的蠻明顯的耶 而且真的很光滑 很厲害 好就是呢 最後真的很推薦大家 這款 確認讓過嘴唇系列的護唇膏 它包裝超可愛的 然後又很適合拿來做日常唇部保養 很適合嘴巴常常乾燥 然後又很常擦口紅的人 那今天的時間就到這裡結束囉 掰掰